這次假期 許多地方出現了 這個出遊的意外 像是在臺東就有登山客衰傷 還有登山協作是發生了高山症 必須要靠空勤調掛來救援 而在臺中也有登山客扭傷的腳踝 是由搜救人員背負他下山 這一天下來 消防人員接連出勤救援相當忙碌 國境三天連假 許多民眾前往山寧海域間活動 空勤直升機出勤頻率大增 臺東縣先是有一位60歲男子 盤登哪一段關山至海怒南山間 不慎摔傷 9號由直升機再送到高雄送醫 接著小關山則有登山協作 發生高山症 10號由直升機協助後送 除了空中 地面的搜救人員也不停歇 臺東市9號下午有一名66歲男子 在波金家山步道践行 不慎扭傷右腳腳踝 古冠玉和平消防分隊 7名搜救人員輪流背負護送下山 到平緩區域後改用搬運椅運送 最後是自行就醫 好 可以這樣可以 好 來 趕前走 屏東縣馬家鄉牛角灣西 9號下午只有溺水事故 三十七歲男子被消防人員 救起時已無生命徵象 立即在岸邊實施 CPR 隨即由救護車送醫擠救 但最後仍宣告不治 據民眾表示有一名民眾於瀑布下方溺水 立即著潛水裝備實施救援 163動時順利救出患者一名 立即實施急救 搜救人員連假忙翻天 各地消防局呼籲民眾從事登山或水域活動時 務必備妥相關裝備與器材 並注意多變的氣候與環境 維護自身安全